好 我們剛才講到在找獨一禁住專精思維 大家看到八十二頁 二十三經 二十四經都是在講這個 然後前面的二十一經也是 那都是說佛陀你為我說 我說了之後 那麼我會找一個地方好好想 專精思維 然後不放益住 他說乃至至之不受厚有 我們看到二十四經 二十四經 第二行 然後世尊為我略說法要 好 那我聽了之後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變成我學了之後 我學法後 我們現在也是在聽佛陀說 雖然是我說的 但是還是佛陀說的 我們只是把佛陀說的話附送一次而已 解釋佛陀說的 那麼我聽了這個法之後 那麼我會好好想一想 沒有干擾的 因為有干擾我就不能好好想 反正想清楚 地聽地聽 善思念之 就善思念之 如理思維 那如理思維後面是什麼 法 隨法行 就是依著這個法 去正道 就是依著這個學法 隨法 隨著這個法而正道那個法 而得到那個法 見到那個法 所以聽聞正法之後 就是如理思維 如理思維之後就是法 隨法行 隨著我所聽到的法 我所理解的法 在現前 不是沒煩惱 所以你還是要這樣關 一直關到什麼 關到把煩惱斷進 你就可以不用修了 那個叫五血 這個時候你才可以不用修 但是從菩薩道來講 還是要再繼續修 為什麼 你可以斷自己的煩惱 你還沒有辦法斷別人的煩惱 你可以 你可以引導自己怎麼斷煩惱 知道怎麼斷煩惱 但是你要把你斷煩惱的 這樣的能力 以及這樣的觀念 去告訴別人 讓別的人跟你一樣 那個還有很長的時間 就很簡單 你要教一個人怎麼樣 煩惱來的時候 馬上能夠絕躁 我告訴你 這個也不是簡單人 講一次兩次就可以學得來的 真的 你要不斷不斷提醒自己 你自己都要提醒好幾次 你才有可能記得 何況你要提醒別人 那個人又不能像你這樣 所以那個要更長的時間 更善巧的方便 還有更深的因緣 你才有辦法影響到那個人 在還沒有之前 你就是能力不足 你斷煩惱的能力足 但不代表你度眾生的能力也足 你有解決自己煩惱的能力的智慧 不代表你有解決眾生煩惱能力的智慧 那這個通常牽涉到你的悲心 還有你的所謂的方便道 方便智 所以剝了道之後才有方便道 你的方便智 你度眾生的悲心 你的悲心 你的悲心 還有你跟眾生之間的因緣 那你不是所有的眾生都有善緣 都有法緣 都有緣 所以你必須要透過廣大的布施 跟眾生結好緣 透過很深度的慈戒 不跟眾生結惡緣 那麼再透過忍辱 將惡緣化成善緣 基本上是這樣的吧 那你有了這些能力之後 你才可以真正去行菩薩道 你還好想 這佛法不過就是這樣講 真的 那你沒有辦法之前 你就是要修 就是要修 當然菩薩道跟解脫道 老實說 真的還有一點不一樣 解脫道就是 我渡不了你 我不受你影響 我回舵頭來 我自己好好處理我自己的情緒就好 我知道你有煩惱 我知道我有煩惱 我知道我會因為你起煩惱 最沒辦法的就是 我內心莫病 就是病處理 解脫道三就這樣講 我不跟你講話 不跟你同一指數 同一解磨 同一授見 就不跟你一起就好了 沒辦法一定要跟你一起 我不理你 就這樣 他沒辦法 他面對這個劍 他就會怎麼樣 他會起煩惱 所以他要先讓自己不起煩惱 他起了煩惱 他煩惱會對他 還會傷害他 所以我不傷害你 但是我也堅持不受你的傷害 我們中間隔一道牆 這個牆叫做莫病牆 佛陀最嚴重的處罰是莫病 最嚴重的處罰就是莫病 我不理你 我不理你 所以阿安靖裡面 不知道哪一本經 我不曉得 那人家講到來講 他就說 佛陀 佛陀就是說 假設你不理一個人 就是等於把那個人殺了 因為他沒有成長的機會 那麼 基本上這個是解脫道裡面 就是說 我知道我會受你影響 為了不受你影響 那麼為了不讓我起煩惱 來引引你的煩惱 那麼 你有沒有煩惱 我不管 但是至少 我要讓我保持我沒煩惱 那麼在這個狀態下 我沒有辦法因為你而沒煩惱 所以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遠離你 遠離你 沒有辦法遠離 我默病你 我從心理上遠離你 不能離境就離境嘛 反正就是這樣 那麼不能離境 那麼離境 但是從默病來講 我沒有辦法離境 那麼我要防腐 我做防腐 做一道防腐牆 就是我默病 我不跟你講 我對你的話 不放在心上 不在意 反正就是這樣 那麼 煩惱人說煩惱話 做煩惱事 我不跟你 我不跟你共同指數 共同結盟 就是 共同言語 就是佛陀教的 就是沒辦法你解脫到他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人力不到那個地方 如果菩薩道就不是這樣 他覺得 他的煩惱跟我的煩惱一樣 都會受苦 那麼他會讓我起煩惱 我會應他起煩惱 這個叫做彼此有緣 但是是惡緣 那麼既然有惡緣 那麼 佛沒有緣 不能度眾生 但是有惡緣也是緣 只要把惡緣轉成善緣就好 可是要轉彈何容易 不容易 所以要有很大的悲心 耐心 忍辱心 所以忍辱為慈戒苦恨所不能解 真的 所以說你當然 但是你有緣起無常的觀念的話 你也不用太忍辱了 老實說 那你悲心重的話 你也不用很忍辱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智慧重跟悲心重的 智慧深跟悲心重的人 通常他不是用忍的 他那個忍就是認識 這無聲法忍 他是認識 他認識道理 他認識道理 那麼就好像你看到大便衝 你也不會去罵那個大便 你為什麼拉出來就這麼衝 你不會罵他 你不會罵他 他本來就是這樣的嘛 但是你會運用他 這樣的大便剛好可以做肥料 可以做什麼肥料 放多久之後可以怎麼做 類似像這樣 所以菩薩他會利用惡元轉成善元 像文書菩薩的發言 你傷害我 你毀謹我 你跟我有緣 我以後有能力一定要度你 但是這個老實講不容易 那一開始沒辦法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隔離 那這裡講的就是你看他說什麼呢 我們看八十二月這邊再看一下 他說要修到什麼程度呢 修到自知不受厚有 修到我把煩惱斷去了 修到我把煩惱斷去了 就這樣一直修一直修 那所以他並不是整天都坐著修的 不是的 他也不是整天都一個人這樣修的 如果你從聽魂法之後到斷煩惱之間 哪有可能都是你面對你自己而已 不可能嘛 哪有你整天都在做的 沒有 要修到什麼 修到把煩惱斷進 所以這段期間他一定是有動有勁的 面對自己面對境界的 所以你不是說我有空的時候我就坐下來想 那你沒坐下來你就不用想 那你什麼時候坐下來想 那想不定想得清楚 不是坐下來的時候才在想 不是 坐下來的時候想是為了想清楚 那麼坐下來想是為了沒有坐下來的時候也能想 其實是這樣的 然後在面對境界的時候馬上想 那如果沒有馬上想 你坐下來的時候想 我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我今天發生了事 我起了什麼煩惱 追溯 追溯 我有起什麼煩惱 那 那個時候我為什麼不會想 那你就開始想 緣起就是這樣 追溯溯源 追苦因 溯煩惱源 你一定要養成這個習慣 要不然沒有辦法 你養成這個習慣後來你再看佛法 會越看 越有味 真的 然後越看越深刻 要不然你就看絕了就是 就好像誦經誦絕了 剛開始誦的時候沒有妄想 送久了 很多都是習慣都會送 就煩惱就起來了 就打妄想 一面色不亦空 一面空不亦色 照念 照念 但是心裡面就在想 那個人怎樣怎樣 這個人這個味道不好 那個怎麼樣 就開始想 起煩惱了 就開始起煩惱 那一樣 念佛也是一樣 剛開始念的時候很專注 念習慣了 念習慣了 那個聲音過去 開始煩惱就多了 讀經也一樣 剛開始讀的時候會想得很清楚 會對自煩惱 久了久了就沒有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有逐境的習慣 所以這個孟子也這樣講 學問之道無他 怎樣 收起放心而已 就是把你放失去的心收回來而已 你的心 你的心 什麼叫放心 放出去的心就好像放出去的癢一樣 不只老得要回來 那喜歡在外面逛 我們喜歡追逐境界 六根追逐境界 都在境界上直取 都在境界上貪著 愛懶 讚嘆 懶著 貪愛 讚嘆 懶著 魔王的三個女兒 魔王的三個女兒就是這三個 那麼你基本上 你在境界上直取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心跑習慣了 你不容易停下來 所以必須要你靜下來的時候想 但靜下來的時候想 是要你跑的時候也能想 就是面對境界的時候能想 那這個很重要 常常要觀察 我見是怎麼樣的堅固 我愛是什麼樣的懶著 那麼你常常想 那我到底在哪裡 我到底直取的是什麼 我為什麼這樣直取 什麼是我 常常要想 有時候我講過嘛 因為我常常到處上課 十幾個地方在上課 這邊睡覺 那邊睡覺 有時候睡覺我就說 我到底在哪裡 現在是星期幾 不曉得 因為會亂掉 太多地方了 真的 我有時候會到底 我到底是在哪裡 現在是在台中 現在是在彰化 現在是在宜蘭 現在在哪裡 在開笑 然後後來就會想 那我到底是什麼 所謂的我 瘋瘋瘋瘋瘋瘋 所謂的我 瘋瘋瘋瘋瘋瘋 那我到底又是什麼 我在做什麼 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 又什麼不一樣 有時候你要想一下 真的 常常這樣想 當然有時候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這樣想 但是 靜下來的時候 或是面對境界的時候 因為你很習慣地覺得 我現在是在哪裡 因為睡起來有時候 有隔夜之謎 有時候會這樣 如果你天天睡在家裡 就不會這樣覺得 如果你天天睡在家裡 就不會覺得 如果你到處睡 你真的會有隔夜之謎 一起來 我現在是在哪裡 真的會不知道 有時候我坐車的時候 我坐公車 坐高鐵 坐火車 有時候會坐 我會覺得 我現在坐在這個車上 跟我坐在椅子上 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我面對的這些人 坐不同的高通工具 有不同的人 都是這樣的人 坐在這裡 有什麼不一樣 差別在哪裡 昨天跟今天 有什麼不一樣 有時候要想 真的 你要習慣這樣 常常想 常常想 那麼 因為 因為你要動我劍 不是拿刀 割繩子這樣刀 割就斷了 沒有 你的刀沒那麼力 繩子太粗了 你沒辦法 你一定要磨刀 先磨刀 你知道嗎 磨刀 磨刀很力 那麼時候一割就割斷 那割不斷也沒關係 那割幾次就斷了 但是你就是要這樣磨劍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 看見樹葉掉下來 可以見緣起 可以見無我 虛擬老頭上茶杯摔破 可以見無常 從無常中見無我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摔破那麼多杯子的 都沒有感覺 為什麼我們看那麼多樹葉掉下來了 也聚過很多樹了 為什麼沒有感覺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面對境界的時候 不會思考 我見到哪裡 我愛在哪裡 為什麼 沒有養成習慣而已啊 真的 就是習慣而已啊 你就是要習慣這樣想 為什麼要這樣 獨一盡處 專心思維 想到非常深刻 變成你的習慣 而且要不放益住 一直要這樣想 常常想 有空就要想 你不要常常有空想 誰又講我什麼 誰又這樣 誰又哪樣 我上次講嘛 天天都在演八點檔的連續劇 還到處廣告 到處廣告啊 就怕別人不知道 就怕別人不知道 你是苦情的女子角 悲劇的男主角 不需要嘛 對不對 那你要回頭過來想 如果我有苦 我有悲 為什麼 我在哪裡 苦是什麼 無常故苦 苦故無我 那我們是無常故苦 苦故悲痛 沒有辦法 我更身家 我更可憐啊 一想到苦 就說我怎麼這麼可憐 你的我更加重 人家會因為苦而無我 你會苦而什麼 我值更重 為什麼 愚痴無穩凡夫 跟多聞聖地主的差別 就在有沒有如實正觀 真的好好想 其實我覺得這些話 我常常都在講 但是好像 好像也不是很有作用 我不曉得 其實要養成習慣 要養成習慣 其實最重要還是要靠自己 自己要努力 就是這裡講的 要不放益住 自己要努力 努力不是形式上的努力 絕對不是 我天天拜佛 我天天念佛 我守規矩 你沒有跟法相應 與法不相應 你都是在門外 三界裡面流浪 你再怎麼用功 用不到心上去 用不到法上來 那這個意義不大 你拜多少餐 你送多少經 你唸多少做 你唸多少佛 跟法不相應 全部是外道 法是什麼 法就是緣起不常 見緣起就見法 見無我就見法 見法就見佛 你要在每一個境界上 每一個心念上 觀察無常無我 從無常變化了 常常變化 那麼 我們會發生很多的變化 原本講好了 他一下子就後悔了 原本對我要好的 現在不對我要好的 原本答應我的 後來反悔了 原本怎麼樣的 反正 我就發現到很多事情 不斷在變化 那我們很容易會習以為常 就是說 你對我這麼好 我就認定 你應該要對我這麼好 有一天他忽然對我不好 你開始會痛苦 因為你不能有辦法接受 你知道無常 但你不願意接受 你不會去探討為什麼他改變 他能不能改變 那為什麼你會因為這樣改變 而讓你現在平靜的心改變 你只看到境界的無常 你沒有看到你內心的無常 你好好想喔 你要看到你內心的無常啊 為什麼你會要隨著境界改變 如果你的心可以隨著境界的改變而改變 那他的行為為什麼不能改變 那他的行為為什麼不能改變 他也有他的境界啊 是不是 那如果你要為這一件一個人 一件事的無常就改變 那麼世間都是無常啊 哪一件事不是無常的 只是你有觀察出來 沒觀察出來而已 一直都是無常的 就算這尊佛像每天看起來都一樣 他還是無常的 只是你沒有觀察出來了 無常的變化比較微細而已 有生的必有滅 是有的中歸也沒有 所以叫做諸行無常是什麼 生滅法 那這個境界觀察到了 那後來要怎麼辦 不隨著生滅而心跟著生滅 就是心不逐境而轉 所以當你看到一切無常 生滅的像不斷在改變 你的心非常清楚的看到無常緣起 那不隨著它改變的時候 這個心就處於激進 所有的境界你都能夠如如 不動 這個時候就進入激進 你知道無常無我 有無常之無我 那你不隨一切境界起 一切煩惱 一切煩惱止息 生滅滅已 怎麼樣 極滅現前 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舉過一個 二十一有的記嗎 六路促常對 怎樣 不能動其心 心常鑄堅固 怎樣 地觀 法身面 你看 它真的就是這樣 這二十一有這句句句寫得真好 你應該把它背起來 應該把它背起來 如果你想吃青的話就吃這個句句 你不要吃金中報國就吃這一句句句 你不要吃金中報國就吃這一句句句 那你要知道這個 你要把它座月美 六路促常對 我們常常面對境界 常常面對境界 這個講起來比較樸實 就是我們比較聽得懂 我們看這些有時候會比較 聽起來有一點點 哲學話名相話 概念話 實際上它就是這樣 它跟你講的道理也是這樣 因為這個是翻譯 而且是非常早期翻譯的 跟我們看白話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還是有一點隔閡 對話老實講 不那麼親切 但是二十一有這句 很好用 六路促常對 不能動其心 你要把它背起來 我為什麼想就可以唸出來 熟嗎 熟不是你常常背 而是你常常用 你不是記在我菜刀放哪裡 我菜刀放哪裡 天天記 不用記 你記一次就好 天天用菜刀 你自然知道菜刀在放哪裡 你沒有記自然就會 真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那你沒有再用 你就常常會忘記 你沒有用你就常常會忘記 你要讓這個法 生根 入心 就跟著你的呼吸 一直動 跟著你的脈搏一直動 跟著你的血液一直流 一起流 久了久了就叫做 與諸佛菩薩同一鼻孔出去 真的 那麼 你如果沒有做到這樣 你基本上 讀經是讀經 那麼 金本合起來的時候 智慧就合起來了 就金本蓋起來的時候 智慧也蓋起來了 金本打開的時候 智慧才開始打開 就變成這樣了 窗戶打開的時候 陽光才進來 窗戶關上了 陽光就進不來 沒有 你必須 法就在你的內心 陽光就在裡面 你打開不打開 光都在 你打開不打開 光都在 智慧就是光 好 那我們來看 看這個133頁 還沒有講完 來看 140經 所以他這裡講 五蕴 五蕴要如實正觀 在 在怎麼樣 在五蕴上 觀察 什麼是我 那麼我在哪裡 是我 亦我相在 那個非 就是非是我 非不亦我 非不相在 那非 非跟不是一樣的 就是 非我 非亦我 非相在 應該是這樣 好 就不是我 沒有 一般來講 集運我 離運我 跟相在我 那麼 從五蕴這樣一一關 關了之後 佛跟比丘講 就細講 因為他這裡的問題是 那麼多聞聖地主 到底是怎麼觀察 而能夠成為聖地主的 他的智慧是從哪裡生出來 他的智慧 所謂的智慧 就是無我的智慧 所謂的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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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的執著 所以 你把這個有我的執著去掉了 就是無我的智慧 知無我的智慧 就叫做 般若 那麼 我們看 他怎麼來的 觀察來的 你怎麼知道觀察的 從佛 佛法裡面 天文來的 基本上就這樣 所以 色是常 還是無常 剛才講 境界一定會變化 沒有不變化的 不管是任何境界 這裡的色就是 物質的 包括身體 包括 從境界裡面來講 包括眼耳鼻舌身 所對的色身相味處 就是這個色 我們剛才講過 這個色 是包括 這十個色法 五印的色 是六處裡面的 內六處外六處的色身相味處法 那這個是內這個是外 那眼耳鼻舌身 那講六處最重要是講境界 因為我們逐盡身心 心隨盡轉 我們沒有辦法 六路處常對 心常鑄堅固 沒有辦法 但是一開始 所以你要去觀察 觀察了之後 你就知道我不要隨它轉 那麼心隨盡轉 我常常用兩個句子 來說明兩者的不同 西光三色裡 水流逐落花 這就是心隨盡轉 寫起來好了 這個我之前常常會講 西光三色裡 這個就是色身相味處 就是種種的境界 好的不好的 那這個當然是指好的 這個是指好的 不好的也一樣 西光三色裡 水流逐浪花 身陰流 什麼流什麼流 都一樣 這個境界 追逐 這個落花 或是浪花也好 水流逐落花 那個花掉到水裡面 漂亮 就追著它跑 隨著水流跑 隨著水流跑 水流逐落花 這個是魚吃無蚊帆 心隨盡轉 逐盡身心 這個心基本上就是無名相應的 無名相應 就是煩惱的 我見我愛為主 而起煩惱的 那麼如果是多文聖地址 百花從里過 怎麼樣 片葉不沾身 就是六路出長隊 百花從里過 片葉不沾身 它不會起點煩惱 一絲不掛 一絲煩惱不掛 百花從里過 片葉不沾身 那你好好想 你現在看到的是什麼花 你看上了哪一朵花 你討厭哪一朵花 我愛就是一個金 一個果而已 人事物都可以是一朵花 你現在看上了哪一朵花 戀戀不捨 你現在討厭哪一朵花 想要把它除掉 想要把它剪掉 現在就這裡 有智慧的人 他走過這個花園 他知道這裡是一朵花園 他也知道這是什麼花 他也知道這個花 好看不好看 好看不好是個人的情緒作用 那也不管 在世間上他叫什麼叫什麼 但是他只是看 他只是看 他走過去 他也沒有什麼愛不愛 他就知道我走過一個花園 我看到這些花 他就只是這樣而已 那當然這個要訓練 你要常常這樣訓練 這件事 這個人這樣 這件事這樣 你知道 知道 那有時候 有時候 我以前在道場的時候 有一些 我們的祖宗也會吵架 會吵架 他們都會來跟我講 我就會講說我知道了 就這樣而已 真的啊 那你說我要去講誰跟誰嗎 你說不能講 我講這個他會說我餵他 我講這個他會說我餵他 我講兩個都不對 就是我不對 我講兩個都對也是我不對 真的 你要好好想這些事喔 那如果他們來找我講 我會勸他 你要 你要 你要怎麼改 要怎麼改 你要怎麼做 如果沒有 那我不會特別去講他 因為我怎麼講都是我不對 那等到我講的時候 他不覺得的時候 我又生氣的時候 那我更不對 那所以我會指示到 那當然我們也不是不處理啦 我們會想 那這件事 我們不能夠因為這個人 講了這個話 我們就相信他 不是 都要拿來 拿來什麼 兩個人啊 他說 也不是他說 如果有這件事那是不是 因為佛陀處理性是這樣處理的喔 佛陀處理性都是這樣處理的喔 即使有人講的捨立佛怎麼樣 他也把捨立佛找來 找來 捨立佛 外面有在說你怎樣怎樣 你是不是有這樣 他當然也相信捨立佛 但是他還是要這樣 讓大家都弄清楚嘛 好 兩個人找來 兩個人找來 然後解決事情 這件事情你認為怎麼樣 他認為怎麼樣 後來你常常會發現 都是什麼 都是誤會 都是溝通不良造成的 都是這樣喔 你懷疑我 我懷疑你 你看我哪一點 我看你哪一點 你沒有溝通就會造成什麼 彼此猜忌 那麼你又把 因為你是站在高位的人 你又把你的權力 或是把你的影響力 放到他們的煩惱裡面 他們的煩惱會更有利用 真的 你要好好想這件事 他不是這樣處理的 那他們有時候會覺得 你都不處理 不是不處理 這個東西有些事情 不是現在可以處理的 兩個人吵架 佛陀不是飛去禪修了嗎 然後他想想 不能這些 這些新進來的比丘 看不到這樣會想 又回來 但是他 所以即使是佛 即使是佛出來調節 也會賣他的賬 我告訴你 今天如果假設 今天真的佛在這裡 佛出來說 你們不要吵架了 我心裡面就是很不爽 我也會 好好事事事順 對不對 我們怎麼敢跟佛說 說佛你不要管那麼多了 這件事情 我們處理就好 比丘真的是這樣耶 我們想 這個人怎麼敢對佛這樣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 對佛的態度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見不到佛 我們把佛理想化崇高化 不然他就很理想很崇高 本來就這樣 可是當時 比丘面對的就是一個人而已 你知道嗎 就是他師父而已啊 那麼所以 他的那個 觀想不一樣 你看佛都出來調節了 這個同一思學如水如河 我們宋介他這樣說 就同一個老師 大家要和合 要共同修學 就互相幫忙 不要互相障礙 那不要 要承認心是煩惱法 要除掉承認心 那比丘馬上就說 世尊 你不知道這件事情 不是這樣的 他多可惡多可惡多可惡 那個人就開始講 不是這樣 佛頭你們沒辦法調節 沒辦法調節 他就好吧 你們繼續找吧 我也沒辦法 我都說清楚了 你們都不接受 佛都出來講了 都不接受 那你就叫其他人來講 那也不太 當然也不一定 要跟他有緣就可以了 有時候佛講不通 你叫其他人去講 也有可能通 人跟人的因緣 但是佛講不通 他也不要強力介入 他要怎麼介入 他不可能說 你不聽我的話 連我的話你都敢不聽 我把你趕出去 不可能 那變成佛起煩惱 佛不會起煩惱 所以他看待這事情 就好像看到 這些愚痴無問凡夫 我也想幫忙他 那也幫不了 幫不了怎麼辦 幫不了就等待暈緣 還能怎麼辦 就等待 因為他還是會變化的 他還是會變化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 百花重裏過 這個叫做花花世界 花花世界海海的人生 你不要在裡面 太執著太計較 太在意 我們不過就是 借這個地方 來修行的而已 我們不過就是 借這個身體 來用功德而已 你知道嗎 就好像你去住飯店 你不過就住個幾天 你管人家請那個櫃台小姐 好不好看 對不對 你管得太多了吧 對不對 你管人家那個消防設備 有沒有過期 當然你住在那裡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管人家那個設計 好不好 對不對 你管人家那個 那個瓷磚是不是 用羅馬進口的 義大利進口的 你在意那麼多做什麼 你不過就是 短暫的過客 你沒有把無償放進來 我告訴你 真的 你好好想 你要在意的 不是這一些 對不對 你去飯店 住飯店 你要在意的是 我怎麼把身體洗乾淨 這我履俗疲憊 我怎麼好好休息 儲備精力 對不對 那你要在意的是這一些 那你在這個時間 修行也是這樣 好不容易找到 這麼一間好的飯店 它也不是每個人都好 裡面的服務生 裡面的什麼跟你同住飯店的人 品質不好 對不對 它也是因緣聚在一處 剛好 剛好同在這個地方 同住這間飯店而已 那 能夠見面的時間 也沒那麼長 對不對 有時候開門見一下而已 他衛生不好 那是他家的事 對不對 那我們住我們的飯店 一樣啊 那你把自己打理好 你有能力 你開一家大的飯店 對不對 招聘都好像 像法戰比修這樣 對不對 來的人都好 都讓人家兵自如歸 讓人家來這裡 那能夠得跌脫得怎麼樣 但是沒有的話 你就是 我們只是來這裡 我們只是借這個地方修行的 我們只是借這個身體用功的 你不修行不用功 都在這個世間起煩惱 都在這個身體起煩惱 那 你不是越來越煩惱嗎 浪費了你的這個人生 浪費了你 你得穩佛法這個機緣 好不容易住到這間這麼好的飯店 還不好好休息 還去管這個飯店設計的不好 瓷磚用的不好 這個櫃台小姐 長得不好看 聲音不好聽 你奇怪 你這個不是 你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可是我們都這樣耶 你好好想你好好想 想清楚 百娃蟲裡過片葉不掌聲 有時候我會這樣觀察 有時候我會看 因為我意見也太多了 我自己也會看 我因為什麼起煩惱 因為我們是類似像寺廟的負責人 很多人很多事都會找你 尤其是居士跟居士 法師跟居士 法師跟法師之間的問題 他們有時候都會來找 你都會看在眼裡 你會想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 我會跟他們 叫他們不要這樣 怎樣怎樣 他們也不甜 他就會覺得 他有時候會覺得 你沒有 你就是 反正就會覺得你處理的不好 或是你不處理 或是你偏袒誰 你都姑息養姦 你都什麼 反正就會有這種感覺 那麼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 說那個人不好 我們不去罵他 不趕他走 不處理他 那麼我們姑息養姦 我們不在養姦 我們在養慧 養德 你知道嗎 你起煩惱 那麼我跟著你起煩惱 我才叫做不姑息養姦 不是這個 你要知道 我跟你一起聯名去處理他 聯手去處理他 把這個垃圾除掉 把這個 如果 如果我跟你一樣 我就不會這樣了 基本上所以 但是大部分的人這樣想 他覺得你不站在他這一邊 或是你不 你不處理 這一些惡流 惡倉惡毒 他會 禍害佛教 禍壞生團 禍壞我們的團體 禍壞我們 真正禍壞你的是你的煩惱 你的承認心 你的邪戒 你的我見我愛 如病如庸如昌如殺 不是指禁戒 是指你的什麼 我見我愛 你要好好想這個 但是我們都會覺得 如病如庸如昌如殺 是什麼這些惡昌惡毒惡流 惡人惡因惡事 你好好想 好好想 好好想仔細想 一開始我們有時候還不能夠理解這種事情 真的 我們會很不平 明明就是他錯 明明這個要有是非啊 對不對 真的 我以前也這樣啊 老實講 要有正義感 我比誰有正義感 但正義感 佛法的菩薩 不是俠客 慘間除惡 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 不是這樣的 你要知道 你拔刀相助 你救的是人 砍的也是人 你用稱恨來指稱恨 你以惡來除惡 你比誰都惡 你要不比他惡 你怎麼可以除掉這個惡 所以你不想一想 到最後 到最後 你以為在除奸 因為我不這樣做 我就是姑息養奸 但是你把這個堅除掉了 你自己變成最大的一個堅 真的 你養的是自己的什麼 堅 借承認心 仓嘛 養仓嘛 佛法叫做養仓待爛 你看 然後想 我今天講歌好像有點感性 我們看 其實這個很多東西 不是文字語言上的東西 真的 世間的說法叫做養虎為患 佛法說養仓待爛 真的這個要常常想 要想很久 我覺得這種想法至少要不斷不斷的鞏固 至少要三年以上 真的三年 你才會 蹭透到你的 你的呼吸裡面 跟著你的血液一起流動 跟著你的呼吸脈搏一起跳動 真的 我好像可以寫詩了 你一定要常常這樣想 想要入骨入水 跟著你的脈搏一起跳動 跟著你的血液一起流動 之後你在面臨一切境界的時候 你在靜下來面對自己的時候 你都能這樣想 這個時候稍微 你會發現 你有一點自在 自在就不隨著境界轉 你有一點 你還沒斷煩惱 但是你有信心 你會有信心 我可以斷煩惱 就算不是這一事 我也有信心可以斷煩惱 真的 你就慢慢會看到 法的光明 其實就在你的內心 房間關起來 你還是有光的 你自己一個人走 你還是有伴的 誰跟你做伴 佛法跟你做伴 真的 這種感覺很難說 但是你真的這樣想 真的這樣操作 這個就是修 你久久 髮髮髮髮髮髮髮 慢慢慢慢慢慢 這無常無我緣起的觀念 它就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不管什麼時候走 你都是帶著它走的 隨夜 隨喜 隨心 你有這樣的心 非常深刻 你有這樣的習慣 非常深刻 隨夜 隨重嗎 隨喜 隨喜 隨心 此心 此夜 此緣 此緣 你不管在哪裡 到哪一世 成為什麼 你都是 在這個團體裡面 跟髮 相應的人 就算到沒有佛法的地方 你在哪裡 佛法就在哪裡 真的 真的 只是沒有那個佛法名相 但是還是有佛法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佛法的代表 此經所在之處 極為有佛 因為你把這個經入心了 此人所在之處 極為有佛 是不是 是啊 我們繼續看 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說什麼 他說 這個色是常還是無常 那你好好想 世間本來就無常的 你要它為常 因為我們的痛苦 是因為改變 本來沒有的 現在有 它傷害到我 它刺激到我 它背叛了我 那麼 沒有本來是什麼的東西 本來無義務啊 本來都沒有 但是它為什麼會有 因緣有就有 有因有緣就世間幾 那所以世間本來就是無常的 那麼這個無常 包括武運世間 友情世間 國土世間 都是不斷在變化 都是不斷在變化 你不要太擔憂 未來會怎麼樣 你也不要很眷戀 過去是什麼樣 那麼 如果你這兩個做得到 那你也不太會執著 現在是怎麼樣 你只知道我要怎麼樣 我現在怎麼樣 我必須要怎樣 走到哪裡 就是哪裡 做到哪裡 就是哪裡 那麼你只是會努力做而已 一直做而已 其他的 都是小事 真的 其他的都是小事 所有的事 無非世間所有的一切 如果你成就的時候 一切的事 都是如是如是 真的 世間眾生 不過 眾生不過 如此如此 世間不過 如是如是 真的 你慢慢想 所以我常常有時候 那時候我就有一些感慨 眾生是這樣子的 那你還能要求眾生是怎麼樣 有煩惱的眾生本來就這樣啊 他就骨頭摔斷很痛啊 你叫他不叫 那怎麼可能 他痛起來 他就會叫得很厲害啊 那你說 現在是醫院 你要安靜不能叫 吵到別人 他痛得要死 你叫他不要叫 你一到醫院看見 有一個人骨頭在那邊 在那邊叫你會說 先生這裡是醫院 不要大叔小叫 你會這樣講嗎 不會 因爲什麼樣 他骨頭很痛啊 你知道嗎 可是你看見 一個人在起煩惱 你會說 小姐 這裡是 你是佛教徒 你不應該起這種煩惱 他就有煩惱啊 對不對 就好像他有痛一樣 叫他不要叫 你認為他不應該叫 你認為他不應該起煩惱 一個有煩惱 又因緣俊主的人 他怎麼不該起煩惱 一塊木頭很乾燥 又遇到火 他就燒起來了啊 你說 你這塊木頭也太不檢點了 你旁邊就是房子 你怎麼可以燒起來 他燒起來他也不願意啊 你知道嗎 他不得已他就是會燒 他的心火引花這個煙 乾燥的 他就會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一切眾生都很可憐 做不了主 隨著煩惱 隨著業做不了主 那我們有幸遇到佛法 稍微可以讓我們做得了主 但境界太強老實講也做不了主 但是我們就是慢慢訓練慢慢訓練 如果這個境界我們可以做到不起煩惱 我們看到很多眾生因為這個境界起煩惱的時候 我們要深知慶幸 還好我早一點遇到佛法 不然就像他們這樣 希望他們可以早一點像我這樣 祝願他們 而不是詛咒他們 都學那麼久了還學前這樣 那你這樣是怎樣 就開始又起煩惱 那後來你就跟他們一樣 本來你跟他們不一樣 後來你跟他們一樣 那麼沒有學習佛法 不會控制自己的人起煩惱 這是什麼 這是沒辦法的 那你都知道道理了 你會控制煩惱 你還跟他一樣起煩惱 宜教卿不是有講嗎 就在家人遇到境界起誠誠心 這個也是沒辦法的 可是你出家人要修行的人 還這麼起誠誠心 這是不應當的 宜教卿講的 那你有沒有這樣想過 你有沒有這樣想過 他煩惱不可以 但是我煩惱他有煩惱 這樣就可以嗎 他承認不可以 但是我很氣他有這麼承認心 那可以嗎 那還不是一樣承認 他承認他 你承認他 那你有比較高級嗎 你的承認是 你的承認是義大利進口的嗎 比較高級的嗎 沒有嘛 沒有啊 一樣是承認啊 對不對 你說我這個承認是正義的 是因為看不慣他 那他看不慣什麼 是不是 那你要好好想啊 如果你因為他的愚痴而稱恨 那你不是跟他一樣愚痴嗎 對不對 如果你因為他的愚痴而稱恨 那麼你跟他一樣愚痴 如果你因為他的稱恨而稱恨 那麼你也跟他一樣稱恨 不是一樣嗎 你好好想這個問題 那麼他會講那色是常還是無常 這個很簡單 我們通常大家看到這個都不用想 其實要好好想 要好好想 因為我們通常是執著常的 我們說那個色的變化 色就是境界 如果這個講五印就是對身心 對身心 那麼世尊是無常的 又跟比丘講 那麼如果是無常那是不是苦 為什麼無常就會苦 為什麼無常會苦 因為他會變化 那麼有變化 變化到最後一定是不好的 消失的 所以苦有三種層次 叫做苦苦 壞苦 行苦 無常故苦 是綜合這三個講的 那麼行苦 我前有變化嗎 無色界的天人八萬大姐 都保持在同一個狀態 八萬大姐喔 保持在同一個狀態 定裡面嘛 定裡面沒有苦啊 定裡面沒有苦 色界的定還有喜樂 色界的定還有喜樂 無色界的定就是其境 他也沒有喜樂 他也沒有壞苦 喜樂消失了就壞苦啊 喜樂消失了就壞苦啊 那我們是苦苦壞苦辛苦 願政會愛別離求不得老病死 這些不斷戰爭 戰爭激井 那麼瘟疫 那麼不斷山災疤難 不斷不斷在交替 八苦相逼 逼迫 不過我們是苦苦 我們多數是苦苦 因為境界 因為天然災害 因為社會政策 因為國家政策 就種種種種 自然自然的災害 那麼社會的災害 那麼戰爭啊 那麼人跟人之間的冤醜 那麼這個求不得 吃不飽穿不暖 種種種種我們有種種的苦 這個是苦苦 本身就是苦 老病死 他社界天人 他那個境界消失 喜樂消失了他就沒有了 他會以為苦 那個五摔向線了 不再那麼好 每天每天都吹冷氣 有一天很熱的時候 缺不到冷氣他就苦了 冬天的時候有暖氣吹 有一天缺不到暖氣他就苦了 那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什麼 壞苦 那行苦 就算在無色界的天人 無色界的天人 他八萬大節都不受苦 也沒有苦苦也沒有壞苦 但是時間到 無常到 他還是要怎麼樣 從無色界下來 掉到哪裡 不知道 他通常掉到玉界 有可能做人 他不會生到無色界天 他天長就在到玉界裡面 因為福報響進了 他在八萬大節裡面 也沒造什麼業 也沒有進修 也沒有 如果到無色界還可以 如果你是正三國的 正國的到色界 到色界還可以 到無色界是沒辦法修行的 到無色界是沒辦法修行的 其實最好修行的是在玉界 人是最好修行的 三二道沒辦法修行 長壽天就色界以上 其實也沒辦法修行 他就是享福 福報靜就下來 那這樣的話 他時間過了 他就有苦現前了 苦 辛苦 因為無常 無常有生的必有死 有生必有滅 有違法就是這樣 那麼他不可能一直保持這樣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沒有在他變化之前 你先變化 你就會隨著他變化 就會因為無常苦 有生死死在生生在死 你下一次不是又生到無色界 沒有 你現在就在人間受苦 就在人間開始 依你過去的業 那麼如果你過去生無色界以前 修很多的善業 那你可能生到 你可能作為 你可能還過得好 但是 即使這樣 他還有什麼 壞苦 一樣有壞苦 然後 最糟的當然就苦苦 像三二道他一定都是苦苦的 一直在苦 那我們也是苦苦 但是我們 有時候苦 有時候不苦 其實是這樣 但總結而來 總結而說 一定無常一定是苦 因為生跟滅 他不能一直保持在那一種好的上岸 除非你涅槃 除非你涅槃 即盡涅槃 他就離苦 為什麼 他不生滅 有違法就是有生滅 無違法就是不生不滅 好 所以 如果你仔細想 仔細想 無常是不是苦 當然苦 當然苦 所以以前有時候 有時候有一個居士 他有時候會問我 他也很發覺 他會問我 師父 問我們為什麼要修行 要斷煩惱 他會覺得 可是我都沒有煩惱 因為他家庭過得好 先生對他好 兒子又孝順 那公婆都不在了 也沒有侍奉公婆的問題 兄弟姐妹又很和好 這種人很少 真的 我很少看過 兄弟姐妹很和好的 然後父母親也好的 然後夫妻感情也好 然後他只有一個兒子 兒子也很孝順 哇 這個人真的是 他又有錢 身體又還好健康 這個人真的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可超煩的 但是不是沒有煩惱 有喔 一定有煩惱 魚吃是最大的煩惱 不知無我 不知要向善向協託 這個是最大的煩惱 但是他們會以為煩惱就是什麼 煩惱就是掛愛 誠誠心 他覺得也沒什麼 他也不太跟人家計較 他就覺得我都沒有煩惱 那學否要斷煩惱 那我都沒有什麼煩惱好斷的 你錯了 你最大的煩惱就是不知道你有什麼煩惱 真的 那有一節我就一定很愧疑 其實是這樣吧 我們先下課